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这个贸易战的影响啊 还是这个大宗产品 像原油啊 这些价格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些影响预期啊 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其中一个最值得研究的方面呢 就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我们因此呢 也撰写了相关的四篇报告 就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几个重点的这些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呢 进行一个相关的剖析 并且呢 对这些矛盾可能会造成的这个对于全球经济架构的重构 或者说是对于后期全球经济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影响呢 也做出了一个相关的分析 在此呢 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汇报 这个春秋威战系列的专题呢 我们主要是分为四大那种 第一个呢 就是叙利亚 智商 然后呢 朝韩之间的这种突然的转身 然后呢 虚无沙海 密合物 游与游 主要是讲中东的 然后最后呢 桃园再聚意 谁解释中卫 是中日韩之间的 这些呢 都是重要的这个 除了中美这种大国关系之外的 地缘种植当中的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这个关注的几个方面 首先呢 我们开这个关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方面 我们对它的定位呢 就是非开始 非终结 定型为旷日之战的一次插曲 事件呢 主要是这个4月8号 这个18年4月8号的华国事件以来呢 叙利亚局势呢 持续发酵 13日呢 美英法三国呢 这个对大马士革呢 进行了这个 轰炸 然后短期来看呢 我们认为呢 叙利亚不可能归于战前的瓶颈 叙利亚各城市呢 然而有大量的温和派反武装政策 武装仍保存着有推翻阿萨德这个政府的火种 土耳其政府呢 在对续的这个库尔德人呢 尝试建立非地政权的敌意呢 也并没有去消退 中期来看呢 伊朗和罗斯呢 有足够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呢 摆平于叙利亚温和反对派 土耳其呢 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呢 这个关键的变数呢 主要是在西方 尤其是美国 长期的这种叙利亚局势呢 是难以意料的 但仍由美国中东的这个战略形态所主导 这将取决于美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 伊朗崛起 俄罗斯民族复苏的容忍程度 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变化 这两个图呢 一个是叙利亚的这个实际时空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区域 还有呢 这是英法空军和海军对叙利亚三个目标军事打击的一个相关图 就这份报告呢 这相关内容呢 我们只是把一些我们的核心观点列在这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查询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那个 也许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后续披露了相关的一些报告 然后呢 对于这个 这次的这个打击呢 我们认为呢 它并非是处于一个 处于一个军事行动 而是一个政治经济的目的 从表面上看呢 打击是针对于叙利亚政府军使用滑雪武器的报复行为 但实际上呢 是美军在库尔地区呢 遭受土耳其解压下 欲撤出叙利亚时 以以色列为首的各方势力呢 试图将美军留下而制造的冲突 底下呢 美军 美国呢 当下在叙利亚面临了一个战略困境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 最终决定此次打击叙利亚呢 主要是受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压力 尤其呢 是中西大军下不得不配合共同党这个建制派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结果 近期看呢 此次打击可能看的是美国对于伊朗朝鲜的一个军事威慑 尤其是针对下个 当时来说的下个月的这个朝核这个协议问题 长远看呢 叙利亚终究呢 仍成为各国追踪利益的一个斗数 这个是对于这次的一个定位 然后呢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论美国之外呢 向俄罗斯呢 难为心腹之患 对伊朗沙特的一个二雄中霸 从陆圈九州来看呢 这个 俄罗斯伊朗联盟呢 通过对大陆新藏地带的控制呢 以完成对于沙特阿拉伯世界的半包围圈 从海权视角来看呢 俄罗斯获得的是黑海舰队的前指出点 而伊朗获得呢 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航线 从宗教王庄来看呢 伊朗凭着独特的实业派呢 尤其 域外的大国没有所有的优势 这一点呢 也是这个 呃 西里亚问题呢 所引申出来的 呃 更为深刻的一个角度来论出这个 当西里亚局势会引发的一个 更大视角的一个变动 但是呢 除了这个更多的是集中于地缘风险呢 如果与经济相关呢 其实更多的是 与我们的大宗产品 或者是原油的关系 而西里亚的风云再起呢 对于原油是一种利多的状况 主要原因呢 是在于有 它对于原油的这个价格呢 有三个传导路径 一个是呢 中原 中东呢 地缘政治因素呢 都是由油价影响机制呢 的传统短期利多的因素 而这个政治问题带来的美元股市的影响呢 也会从宏观角度上呢 传导这油价 供需面角度来说呢 单从西里亚原油的供需来看 西里亚对全球的供需直接影响呢 是相对较少的 而地缘政治风险传导来说呢 从地理位置上看 西里亚的位置呢 靠近许多的这个原油运输管道和海上航线 拥有中东原油输出的一个战略位置 这也是我们分析它的一个重点 是因为它会对于原油 或者对于全球这个通胀呢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次空袭西里亚的短期内呢 对于原油有所利好 油价长期的趋势呢 仍然是指定于基本上的变化 这个是我们当时写的报告 从后期的这个原油价格的走势的判断来说的话呢 也印证了一个观点 除了叙利亚之外呢 朝鲜的这个突然转身呢 也是我们下面一个关注点 朝鲜呢 这个突然转向经济开放 因为呢 在金日成时代呢 朝鲜就定下了 先大炮在黄油的这个先军政治政策 17年呢 经历了三代人几十年的努力 朝鲜基本实现了其目标的核力量 在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下呢 朝鲜转流的改革开放呢 是应有之意 这个是我们汇总的六四核试验与火星导弹的这个试验的情况 而朝鲜半岛未来的政策走向何方呢 我们认为朝韩和解呢 并不大点朝韩今天走向统一 南北统一呢 仍然是有一段的距离要走 而在东北亚地区呢 美中俄日对于朝鲜半岛影响率呢 远超于长河深方 长河双方呢 国有所图 直接的密地呢 并非是走向统一 对于文在寅而言呢 金正恩的和谈言论呢 可以给予其足够的政治资本来获取支持率 同时呢 朝鲜也需要韩国呢 为其带来开放所需要的资金 技术以及经验 通过与韩国的和谈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 来获得与西方和谈的机会 获取开放所需的平稳的外部环境 而美中俄日呢 在东北亚有着远超朝韩的力量 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政治大国 这四个国家对于朝鲜半岛影响力呢 远远大于朝韩 这也是我们对于朝韩地区呢 实质的这个决力的双方的一个剖析和汇总 好 那么我们来看朝鲜的经济开放能否一分风顺呢 我们简要来说的话呢 对于从自身角度来说 朝鲜与当年的中国越南一样 有大量经过一定的这个教育培养的劳动力 较年轻的人口结构 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 强而易的中央集权政府 这个呢 都是对于这个开放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而外部经济调说呢 小燕呢 这个东北亚地区呢 有中日亚的世界经济大国 也有俄罗斯亚的资源大国 有同温同种的韩国 这些都是有利于它的一个积极因素 而外国的这个政治因素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呢 则不一定会默许朝鲜的对外改革 有可能会存在被制裁的一个风险 我们从无论从这改革开放 越南的增长的一个情况呢 还有包括这个俄罗斯天然气管道 直通陶险的这一个地理优势都看出来 就是在这个禀赋上来说呢 它的这个发展潜力很大 但是呢 更多的风险集中在政治条件 现在我们认为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 朝鲜呢 更多的是将中国呢 作为其对抗西方集团的一个有利武器 而中国呢 其实与朝鲜的关系呢 更多的是希望朝鲜作为一种缓冲的一种渠道 因此呢 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更多的是一种互相扶持的一个关系 对于中国来讲呢 中国会从中国在朝鲜的改革中的开放中获得逢利 但考虑到朝鲜劳动党 极有可能平衡中日韩在朝鲜的地位 中国不太可能在朝鲜获得一个垄断性的一个地位 除了中国之外 美国也是对于好想的这个未来发展影响为大的一个因素 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朝鲜呢 我们认为美国中创企业可能对柴险采取一个不战不活的态度 而朝鲜呢 将以限制美国资本在朝鲜投资呢 就以此作为要挟 所以呢 对于朝鲜的和谈呢 来说呢 我们认为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美国态度呢 以后会发酵 也难以回预料 最终的结果呢 可能会和这个一核问题呢 形成一种联动 因为他们都涉及到核武器的一个问题 和都属于美国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国家的名单当中 除此之外呢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下一个专题 虚无沙海密合物 游与游 重点是关注伊朗的一个情况 什么是伊核 什么是伊核协议呢 这个伊朗呢 是伊朗伊斯兰教派实业派的大本营 在面对于这个两一战争之后呢 面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压力呢 伊朗取得了一个核武之路 伊朗的核武器首先威胁的是以色列 也威胁着海河会的国家 伊朗也放弃在这个15年呢 与这个伊核问题的六国会谈者会议当中呢 达到一个全面协议 伊朗也放弃武器及核研究呢 换取西方的解除经济制裁 但是以色列和海河会为加对此表示难以接受 而18年早在竞选时就对伊核协议 颇有微词的这个特朗普呢 宣布美国将会退出伊核协议 也为这个伊朗核问题呢 蒙上了一层新的一个一层应用 伊朗为何如此重要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伊朗呢 曾经在历史上呢 有过多次过这个控制中东的广袤土地 这个历史远超于伊朗的国土 也就是比如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就是在伊朗这块 包括阿拉伯帝国 说错了 不好意思 这个阿拉伯帝国 就是在通过唐朝 是那个白伊达什和黑伊达什这个帝国 然后呢 还包括 应该是波斯吧 也是就是伊朗的一个前身 伊朗呢 就形成了以宗教领袖为最高权威的伊斯兰共和国 在打击ISIS 过程当中呢 伊朗通过什叶派民兵呢 控制了叙利亚的 伊拉克的广袤领土 伊朗的势力 扩展出如此之迅速呢 如没有人限制的 将有可能会打出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这是西方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 因此呢 世界的这个大国 以及地区强国 对伊朗的伊核的一个态度呢 是非常的 非常的微妙的 对于美国来说呢 内部呢 将长期对伊核问题充满争议 在支持犹太人和扯掉中部包袱之间的徘徊 做出最终决策的内政因素呢 可能会大于外政的一个因素 欧洲来说的话呢 有可能将会 基于他与伊朗的这种经济利益呢 发表将继续履行伊核协议的态度 最终呢 但是也有可能会对美国让步 海河会来说呢 较长时间内 沙特和伊斯兰呢 已经一直会对抗伊朗的情况 而伊斯兰呢 就是绝对不允许伊朗拥合 甚至于解除主裁 对于伊核呢 是一个极力反对的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呢 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 但在沙特和伊朗进程中呢 保持一个政治中立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俄罗斯基于呢 未来几年将目前的这个战果 转为这个经济利益 出于独占 叙利亚以及伊朗崛起的一个警惕呢 我们认为俄罗斯不是不可能被害伊朗 所以呢 这些世界大国和前国 对于伊朗和伊核的态度呢 就是基于各自的利益 以及这个地缘周折的风险的一个平衡 博弈的一个结果 伊核呢 这个问题呢 预计这个增幅呢 是相对乐观的 和伊米5 伊朗原油出口 带来了直接的短缺 待市场充分消化此次事件之后呢 油价将有可能实现一个回调 好 我们分析完伊朗问题的时候呢 最后关注桃园再结役 其中 其中 为谁解 关于中日韩经济的一个情况 中日韩的经济与贸易的情况呢 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中日贸易 从11年开始 日本们单方面提出 钓鱼岛购岛事件的中日关系 随于政治关系一路去了 特别是呢 这个金出口额呢 都大幅的下行 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呢 不断下降 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呢 则不断上升 而中韩干系呢 中国对于韩国的贸易的长期处于逆差 中韩FTA的实施呢 可能会将此 将这种情况呢 有一所缓解 而日韩的贸易之间呢 日本对韩国呢 一直存在了一个巨大的逆差 中日韩的GDP总量 金出口总额 全国的总人口 全地区的总人口呢 约占全球总额的20% 东北亚呢 作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呢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呢 却远远落后于美国与北美 中日韩的国际政治关系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仍然是一个矛盾重重的 因为主要是因为在历史上呢 多次的交手 冷战中呢 形成了军事对峙呢 并未随着冷战的杰出而消失 中日韩 现在仍限于历史原因造成的 这个统一啊 还有这个岛屿纠纷的问题当中 随着近年来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 中日韩近年局势呢 有所松动 像中日韩的峰会啊 以中朝会晤啊 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的问题 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呢 不仅是自身的一个 对于三个国家 还自身的这个经济的一个促进 同时呢 对于朝鲜的开放呢 也是一个契机 本身呢 也需要朝鲜这个积极的参与进来 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地缘政治问题 而中日韩的这个经济一体化呢 特别是中日韩FTA呢 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 面对着多多逼人的特朗普政府呢 三国领导人再次重申呢 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相关谈判 但是三国自身呢 也存在着一个产业竞争 一是三国这个国际分工呢 仍以垂直分工为主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 中日韩在高端领域竞争呢 日趋激烈 第二是敏感产业的保护 如果三国呢 在农业的敏感行业 没有方法达成共识呢 我们认为自贸区的建立呢 仍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是对于像日本 这种财阀政治 为主的这个国家 这个很难能够 让它在农业这个领域呢 进行让步 在美国退出TPP之后呢 区域全面经济活动且办 RCEP的度位凸显 也是2018年呢 这个中日韩丰富上了 一个重要议题 当然了 虽然这个议题化的建成 在不断推进呢 但是像这个亚元和亚盟 这种设想呢 依旧还是一个空中楼阁 对于目前来说 存在的证多历史问题的 这个东亚地区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还是 相当的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认为呢 中日韩在深度合作方面呢 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为呢中日韩最大的加强的总力呢 是日韩对于中国迅速决定的警惕 经济上呢 中国经济准量远超日韩之和 在贸易上呢 日韩也更依赖于对中国的贸易 所以日韩对华的经济中心呢 一直留有戒心 军事上呢 由于这种历史原因呢 日韩与中国呢 发生了军事冲突的历史地步遥远 日韩呢 对于中国军事力量呢 一直生存警惕 在对华的政治合作中呢 军事上的对抗 直接限制了政治的合作的深度 文化上呢 三国都是东亚文化的输出窗口 然而也存在一定的竞争 同时呢 另一个制约中日韩深度经济 政治合作的重要因素呢 就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事实上呢 美国在日韩有直接的驻军 经济上呢 美国是日韩出中国外的第二大经济伙伴 而美国呢 对于中日韩的走进呢 一直抱有警惕 而东亚的历史问题呢 以及向大家的统一问题 岛屿纠纷问题呢 同样困扰了中日韩三国 短期来看呢 中日韩增强的这个经济合作 政治交流是大势所需 从中长期看呢 中日韩的经济合作 合作之路呢 难以深入 东北亚的中日韩格局呢 看不到发生巨变的 一个明显的可能性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课程 春秋无翼战 地缘政治风险 这个相关的内容 我们呢 此次报告呢 主要是针对于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 叙利亚 然后朝鲜 伊朗 还有中日韩 这三个国家的 这个风险的内容 观点 然后后期的一个走势呢 进行一个分析 同时呢 对于这个海外因素呢 其实我们的关注重点呢 更多的是在于 美国的问题上 包括贸易战等等 后期呢 我们也会推出 像贸易战的相关的课程 解读的课程 同时呢 也会关注这个 地缘政治风险 进一步的走势 也希望大家能够 持续关注我们的课程 谢谢各位